我誰幹了什麼 會的很兇狗 除算決定做錯也只是怕錯過 最起折磨 以前老謝啊 在當這個汽車雜誌編輯的時候 有所謂的攝影器材的窮人三寶啊 1855 51.8 70 200 因為為什麼會叫窮人三寶呢 因為在有限的預算裡面 你只能夠選擇這三個鏡頭 可以滿足你開車的一個需求 然後到現在啊 已經到這個錄像的時代 今天我也想來推薦一下 我們拍車品的這個窮人三寶 因為很多人都說老謝啊 你這個到底拍車怎麼最近這個畫質 好像都不如從前啊 確實我現在也是窮啦 所以我買不起相機啊 買不起其他這些高級的攝影器材 所以我就買了我眼前這三樣 最基本可以拍車的一些器材 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好不好 這個Pokey 2大概是我們現在啊 最常使用啊 從我這個Vlog流浪日記第一期開始 我們兩個去上海 就買了這台機器啊 其實有個小插曲 就是那個電源啊 他爸爸跟我一樣大 那電源是98年的 我現在看到這個機器 我都覺得挺難過 不過我覺得Pokey 2有幾個好處啦 第一個就是他開機速度非常快 一開機馬上可以用 我不用在那邊駕穩定器啊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他在陽光下的畫質 是真的是還可以接受啦 至少沒有太差 當然他下一代可能聽說會出一吋大底 我會考慮再去升級 然後第三個是 他的這個平穩性啊 非常好 他裡面有默認真穩 然後也有FPV 就是所謂的第一人稱模式 就當我在一般的時候 我是用默認真穩這樣拍其實挺穩的 但是如果當我要在車上啊 比如我們攝影師說 要追我的膠啊什麼的 基本上還是要開到他那個FPV 而且很特別 以前我們都以為在車上拍啊 都需要吸一個類似像GoPro這種的 但我們現在都有點懶直接用這個有沒有 在車上其實你不要開得太快的話 這樣子跟著拍其實就夠用了 其實我們當時買啊 是兩千多塊耶 就如果你有買這個機器的話 我建議你要買一下保險啦 因為他這個機器是三千多塊 然後當時我有加買的保險好像是五百塊吧 然後兩年之內 然後你寄去給他兩百塊就可以換一支新的 我們今年去敦煌的時候啊 就發現他有定紗 然後就拍起來就變得很奇怪 在這個機器的地方定紗 所以他這個頭啊變得很奇怪 我們就寄一支去馬上換新 而且你只要寄出的同時 他馬上寄一支新的給你 等於是同時互換 我是覺得這個服務還挺划算的 幾百塊我建議大家買一下 然後再講一下他的設置吧 就我自己也有用過這樣子自拍啊什麼的 我覺得他最好的就是用這個最佳化石 然後拍4K30幀啊 為什麼要用拍4K30幀呢 是因為他如果拍4K60幀的話很容易過熱 如果你在拍車的時候 你一直開4K60幀 很容易這個機器啊一下沒電然後一下過熱 所以其實也不太好 所以4K30幀是我目前試起來最穩定的 有些網站啊如果你不能夠衝會員的話 都只能看720P 但為什麼還是要拍4K呢 因為拍4K的時候啊第一個你後期製作 採檢會比較容易啊 第二個你4K輸出成1080之後 畫質理論上只要你馬綠隊的話 都會比較好啦 你在拍片的時候還是拍4K為主啦 他還有一個這個DC-like的色彩模式 但是我個人建議是不要開啦 這個DC-like出來的顏色啊相對來講 比較平淡一點 你還要去靠後期調色其實挺麻煩的 然後我們的後期調色可能 也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就決定我們還是用它原始畫質 其實它原始畫質就挺漂亮的啊 然後再講一下它的這個麥克風吧 其實它這個麥克風真的是 我用過這麼多這些攝像機最方便的 這一打開兩個就連接上了 真的對於你在使用啊或者是 你馬上要跟人家談話真的是很方便 而且它的收音真的是好 有時候我講話比較大聲 我把它插在我對方的身上啊 它馬上可以收到聲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這樣子開始拍 這支Pokehidu 真的是我目前主力用到現在 我覺得挺好用的一個機器 如果你要拍車品 你又沒什麼預算的話 我建議你花3000多塊先買一支這個吧 當作是一個入門 我覺得這個是還挺好用的啊 再講一下還是收聲啊 它這個收聲啊 如果你不用這個麥克風的話 它可以多項收聲也可以單項收聲 其實是一個蠻好的設計 而且麥克風它的收音真的是做得不錯 至少比我的手機收音還要好 這個Insta360就是我們在車上的主力啊 比如說就是導演懶得舉這個 它就會架這個機器 然後吸在擋風玻璃上面 之前我用過GoPro用過它 我個人覺得它的畫質是比 GoPro9還要好啦 因為我沒有用過那個GoPro10 所以我目前用過GoPro9 我覺得它是比GoPro9的畫質還要好 然後再來我覺得它這個支架啊 它附這個支架確實是挺穩健的 這比我們之前用的那些都還要來的強壯 然後你吸車外 譬如說車外的一些鏡頭啊什麼的 也可以用 當你有更多的預算的話 其實你可以考慮一下 這Insta360 它可以拍4K 然後它也可以讓你在車上的整個角度 像我跟奧迪小姐姐唱歌的有沒有 就是貼在這裡然後兩個都可以入鏡 而且它還有廣角啦 算是挺方便 它的那個焦段好像16吧 對16.4 然後它的光圈又特別大 有2.8 所以一般我們在車內拍啊 都是用它來拍啦 如果勤勞一點的話 但我們導演大部分都比較不勤勞 都是拿Poge2 它覺得挺好用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還是要追求畫質的話 你是可以用這個Insta360 而且重點是它可以拆裝 它這個鏡頭啊 跟這個監視螢幕是可以拆開的 那它有配幾種鏡頭 我目前我的錢只買得起這個廣角鏡啊 那它還有萊卡的 還有這種360度前後都可以拍的 其實我要特別表揚一下那個萊卡鏡頭 就是那個戲車人他們裡面有一組 上次拍我的那個興銳音響 哇那個畫質我第一次看到 真的是漂亮 它那萊卡鏡頭真的很漂亮 不過那顆相對來講比較貴 所以目前我買不取 我只能買得起這個廣角的鏡頭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拍車的話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選擇 再來我覺得還有一件事我想稍微提一下 很多人以為它這個配件可以拆裝啊 是不能防水的 後來我問它原廠 它只要加上這個殼整個密封數的話 是可以防填到3米啦 這也是我最近才知道 真的用起來挺方便 按一下就打開 然後按一下就關閉了 配個128G的卡其你都用不完 所以你在很多情況下 其實用它是還挺方便 但是它如果這樣走著這樣拿著拍的話 就真的是沒有Pokey 2 因為Pokey 2畢竟是有雲台的嘛 所以你拍人像的話 你是可以用Pokey 2 但是你在車上的話 你是可以用它啦 好不好 這是兩個之間的差別 這個是我最近有錢之後添購的這個GoTo啦 一千多塊 為什麼買它咧 因為它可以拍第一人稱 它有那個夾子 我可以買個帽子 就吸在這裡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第一人稱開車 或者它有一個項鍊 可以掛在這裡 然後你吸在這裡 就可以拍第一人稱 最近不是很流行 那個第一人稱試車嘛 我覺得用這個拍就挺方便的 然後重點是 它的這個整個設計還挺好的 如果你裝在盒子裡面的話 還可以當三腳架使用 就這樣放著 我覺得各式各樣 你想拍一些空鏡什麼 其實都還算是挺方便 而且攜帶很容易這樣蓋起來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戴著 但是它有比較大的缺點 就是它這個啊 如果離開這個盒子本體的話 只能拍十分鐘啊 不過這個還是跟它們兩個 比較大的區別啦 就是第一個它畫質是差一點 第二個它的能拍的只能拍1440而已 它沒有辦法拍到4K啦 那你會說不能拍4K有什麼缺點 就有時候你要採檢的時候 還是會有點差別 比如說擺這個畫面這麼大 我想採這麼一點點的話 畫質會比較差 這是它比較大的缺點 不過以它這麼小便利性 其實我覺得也是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啊 這是我今年新添購的 再來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四腳試車 我們用這種簡單的方式啊 讓大家知道這三台機器有什麼不一樣好不好 畫質差在哪裡 好啦那講了這麼多 大家是不是覺得它們都只有優點 其實我在用它們的過程中 也發現一些問題啦 也想吐槽一下 就是這個Pokey 2啊 當它拍超過15分鐘之後 哇那個用電量真的是急劇下降 本來看還有百分之八幾 瞬間只剩下百分之四五十啊 而且它相對來講拍比較長時間很容易過熱 所以我常看我那個導演有沒有 都放在那個冷氣出風口在那邊散熱你知道嗎 它這個配件啊也很容易掉 如果你它這個後面 其實它這裡面是放一些配件 以前有什麼iPhone的轉接頭 安卓的轉接頭廣角鏡 現在都掉到沒有剩一個了 全部都掉光了 它這個直接放在上面 所以它這個設計其實是有一點缺點啊 它這種實習的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設計還是不太好啊 再講一下這個360吧 360其實它在車上用是沒什麼問題 就像我剛剛講的如果它走在路上這樣子拍的話 因為它為了要那個電子防抖 所以畫面會有一點變形啊 而且重點是它的收音品質並不好 所以我每一次拍的時候 其實我這個Poke2都要開機 然後用Poke2的麥克風來收音 到時候再把音軌合併在一起 那就增加了你後期製作的困難 這個東西基本上你就是只能拿來拍車內 GoTo我用了一陣子啊 哇它真的這個耗電速度很快 十分鐘就已經沒電了 我這樣擺在這裡大概十分鐘就已經沒電了 當然你放在這裡面可以用很久啊 如果你可以帶著這個盒子的話 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然後再來它的畫質 確實是沒有這兩台來的好 這也是它比較大的問題 但它們三個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 必須跟大家講 就它們在暗光的時候 真的整個畫質就下降的非常厲害 上次我拍那個極克001的時候 就是用這個Poke2 大家一到那個暗光 我用手機看還不明顯你知道嗎 後來用電腦看 哇那個噪點就很嚴重 但沒辦法這種東西還是有它們先天的限制啦 雖然它們用起來在這種明亮的環境下拍起來 其實還是挺漂亮的 但是像這種虛焦啊 或者是像這種暗光的這種補償 還是沒有辦法跟相機一樣啦 但是不好意思就是窮啦 所以我們只能暫時用這個 其實講那麼多啊 我也想稍微說一下 器材跟內容到底什麼重要啦 就這幾年 我發現很多這些B站的小夥伴 當然他們用的器材都越來越好 電影機都拿出來 但我還是個人認為 汽車節目或者是車評 更多還是觀點的輸出啦 如果大家真的有心想從事這個行業的話 我覺得這些器材其實也夠你用的 這些總共加起來 估計可能就七八千塊吧 甚至你更省一點 你一開始買個Pokey Do 三千多塊 其實都能夠讓你使用 更多是你要怎麼去把你的觀點 輸出到能夠平易近人 然後讓別人能接受 讓別人聽得下去 然後甚至你的節目是怎麼策劃 我個人認為才是最重要啊 好的攝影器材是給你加分啦 真的這幾年我看B站這些真的是火力展示 但因為我個人就是還是窮嘛 所以我還是先用這個 先撐一段時間好不好 也請大家以後看到我這個器材 或者是畫質不好不要再噴了 因為真的我少洽飯 所以我也只能靠這些東西在生活下去 等哪一天看到我升級器材的時候 就知道我洽到大半了 但我可能我的觀點相對來說 就沒有那麼公正了 那大家希望哪一種 也希望在彈幕上面告訴我啦 好不好我還是希望說雖然窮 但是我還是輸出一些正能量 或是我比較能接受的觀點啦 唉 最近真的是有點迷惘 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應該說我從台灣回來大陸之後 流量都不如意期 其實我這次去上海車展那個誰啊 我一個朋友跟我講的一句 我覺得他講的挺有道理 他說老謝不是你變弱 是你的對手都變強 真的 你像以前那種戴小姐姐拍 觀眾還挺喜歡的 但現在慢慢好像覺得 有點套路老 也不知道大家想看什麼 沒有豪車沒有什麼 比較厲害的東西 大家好像都覺得挺稀中平常 還不然有機會來做一集 來問大家想看什麼 上次那個 交搭用車那好像做得不錯 大家好像還挺喜歡 對啊你的領克05什麼時候 進化一下 唉 對啊 要不然真的也不知道拍什麼 最近真的是 挺迷惘的 就這樣 走啦吃漢堡了 餓死了 拍了嗎 那你吃漢堡啊 做什麼 彩蛋啊 喔 很好